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今天的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我们要来考考各位 何种运动能够缓解足球运动后的酸痛呢 第一个是补充电解质饮品 第二个是泡冰水再泡温水 第三个是将双脚举高依靠墙面 我们先来问一下百合你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选二泡冰水之外 但是我没有泡温水 你就直接泡冰水 对 我泡大概20分钟左右 对 然后休息10分钟然后再泡 会刺痛吗 你这样泡的时候 会很酸痛又很刺痛 但是尤其前两分钟会真的快受不了 但是还是要继续冰 你是用冰块的冰水 对 就是用浴缸 然后加冰块然后加水 听起来好刺激哦 对 Derry可提的答案了 我的答案也是选二 我是先泡冰水 然后泡完差不多15分钟的时候 再换温水去泡 然后冷热交替这样子 你确实会这样子做就是了 对 就是真的很疲劳的时候 才会这样做 不然一般如果觉得身体还可以的话 就会做一些基本的垃圾 垃圾 你会用酸痛贴布吗 酸痛贴布是不自于 除非是真的泡完冰水之后 隔天还是很酸的 所以所有人都选二欸 先泡冰水再泡温水 陈医师我们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其实对运动后的酸痛来讲 一二三都会有帮助 一定程度的帮助 那为什么他们觉得二特别有效 其实这跟你运动的强度 跟你有没有累积到微伤害有关系 那要不然一般肌肉疲劳 那乳酸对一点的时候 其实我们用热腹按摩拉筋 来处理就够了 可是你们的强度太强 你常常运动是潜在为受伤 那它会带来一些潜在性的发炎 然后第二个你们早就超过度的那个 超过头那些肌腱肌肉 早就慢性发炎 所以它在一个急性运动 就会发炎起来 那像这种急性发炎起 我们会考虑采用冰敷 就是比照有点受伤的处理 所以即便是一个急性受伤 我们在冰敷 原则上是前面两天冰敷 然后到了第二阶段 我们也会采用这种三温暖疗法 热敷 冰敷 温敷 热敷十分钟 冰敷七到十分钟 然后最后用温敷做结束 是这样子 所以前面急性期的时候 还是都是先给它冰敷 48小时 48小时 之后我再选择三温暖室的方法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一题的正确答案 其实是2 先泡冰水再泡温水 那讲到这个 例如说要避免这个运动伤害 我们知道说热身一定非常的重要 像现场Derek要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平常在踢足球之前 你的热身都怎么做 目前这一次主要带来两个动作 百合帮我们介绍一下 他现在的第一个动作是主要的 第一个动作是右膝左地 然后左脚的后跟左地之后脚尖翘起来 然后尽量的话可以用双手去触摸你的脚尖 这个动作会拉到小腿 会让整个小腿放松 会舒缓它的酸痛效果 第二个动作也是一样是右膝着力 然后换成左脚的内侧 尽量可以的话就是贴地面 然后我们最主要这个动作是要做髋关节的拉筋 髋关节 对 要让 因为我们踢球的时候 很常用到髋关节的一个部位 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怎么踢 这个部位都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踢球前一定要做这个空关节的热身 而且大腿内侧的筋也会被拉到 应该还蛮紧的 对 好 我们赶快让Derek回来休息 不然你快要抽筋了 好 其实提到这个热身非常重要 它也可以避免一些运动伤害 甚至还有痠痛的一些情况产生 但是我们知道说 如果你真的伤害造成了 你必须要到手术的情况 郁昕像我们例如说在四足赛当中 有没有哪一些选手是蛮有名的 他手术之后还能够动三再起 不会一蹶不振 因为其实足球这个运动 其实刚刚就跟大家已经在讨论一样 其实足球这个运动真的很特别 因为它很难真的去动三再起 真的不容易 因为你几乎受伤之后 你想要复原真的很难 不像可能其他 像我们常听到棒球 可能有动手术之后 一些投手他又可以回来 或是篮球可能动手之后 他可能又可以变成 另外一个角色的扮演 因为其实足球的状况会比较说 就是他跟起来运动他比较特别 他就是一直在跑动 一直在动运动 而不是像可能篮球好 篮球也许你今天没办法 靠这个功夫在吃饭的时候 你也可以变成所谓的road player 转转成另外一种形态的形式 来当作这个球员 所以像我们比较有名的几个例子 就是我们最有名的就是 Derry Beckham 他原本有机会是在四年前 他想要再付出 再拼最后一次 但他就是刚好在 事前的时候刚好受伤 那一次就当他整个一蹶不振 所以他后来到南非 变成只是当吉祥物 跟宣传他们英格兰的一些 足球文化这样子 然后更不用说其他 还有四年前也最可惜 就是Michael Borac 就是德国的队 德国的前锋巴拉克 因为其实他也是很可惜 他也是在世界杯前夕不久的时候 然后就受伤 然后所以造成他之后 就宣告退休了 所以如果这样听起来的话 足球应该要比其他的 这些球类活动 有更高的保险金才对啊 要不然他们的寿命 觉得好像随时都有天有不测风云 当然他们这样的代价费 当然就是因为他们的薪资 也是相当的高的 就是跟其他的比起来 是的 像这个陈医师这边有要补充的吗 就是真的很难东山再起 就是他造成的这个伤快 他如果常常去伤到是 主要是那个负重的那些关节 那又伤到是软骨或骨头的成分 其实我们医疗科技在这边的一个复原 的一个修补的技术 还是有一个极限 可以让他回到可以使用的状态 但是他要的是第一名 你知道吗 那就很难 就是你要竞赛可能很困难 但是我正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讲到这个 我们知道说百合你平常 除了自己是国手之外 你还有在带小朋友 帮他们做一些练习 那你都带小朋友 做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我最主要是教小朋友踢足球 可是我发现小朋友踢足球 还蛮常膝盖受伤的 膝盖受伤 对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 可能有可能他们在学校 有可能 可能一下课就冲啊 打赌皮球 打篮球 踢足球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鬼抓人也有可能 可是来这里发现 踢一下就教你我膝盖痛 所以我在想 这种方式可以如何避免 刚好我临近有天母国小 日桥学校 还有那个美国学校 所以我都会遇到这种 踢足球的小朋友 那当然来的话就是喊 脚踝受伤和膝盖受伤 我们刚刚讨论就是这两个部位 那当然还有大腿肌肉拉伤了 那你一开始都以为他是关节的问题 但是再仔细地去促诊 他两个脚都痛得要死 所以当他一路 我一路从他脚踝的肌腱 一直摸到大腿的肌腱 他不会跟你讲痛 你摸下去他就喊很痛 但他平常不会跟你喊痛 因为他已经累积了很多乳酸 跟疲劳在里面 所以当他已经很疲劳 他也不知道他继续在游戏 或是踢球 他其实这些肌肉 没法操作自己的肢体 去完成踢球这个任务 所以接下来受伤会是关节 最后就跟关节痛 脚踝痛 那那个已经都进入疲劳的状态 其实如果找到这些原因之后 只要他的关节没有受大伤 一般是没有 因为他就喊痛而已 你把这些疲劳 把他释放掉 然后教他一些 这个再多做暖身技巧 或运动的强度 再稍微减一下 大概都没事了 所以他可能关节 只是最后的一个表现 其实他身体已经堆积了 很多的一个酸痛跟疲劳了 那其实足球累积的这种伤害呢 他是会慢慢的一个堆积 那到时候要怎么样的缓解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